第204章 通知 利布 曹氏和顾十八娘吓了一跳 难道是顾海又有调动了 这不可能啊 才上任不到半年呢 曹氏不敢怠慢 立刻换了告命符接了出去 来人四十多岁 高官薄黛 文文雅雅 身后带着两个随从 并且还有一个红袍内侍 张大人 曹氏认得来人 正是上一次前来宣布顾十八娘 两女才选的那位礼布大人 看来是仆妇听错了 不是什么立不来说顾海的事 而是说顾十八娘的事 她的心里不由得 扑通扑通的跳到了嗓子眼 说话也不由得有些哆嗦 命符 曹氏 有 有理了 哈哈哈 不敢不敢 富人 客气了 张大人含笑说道 曹氏命小丝打开大门 迎几人进门坐地 大人 有何事吩咐呀 放茶之后 曹氏忍不住问道 张大人含笑说道 哈哈 自然是为了令爱 两女才选的事啊 我家十八娘还能 曹氏手不自觉地 扶着胸口 结结巴巴地问道 当然呐 一旁的红袍内侍笑着 开口说道 这段是因为太后娘娘危养 太子纯小事迹 无心踏实 所以这财选的事儿 就退到年后了 就定在正月十六 夫人呐 你们可别出远门 耽误了日子 可就不好咯 内侍笑眯眯地说道 最后一句话 亦有所指 是是是 自然是不敢的 曹氏激动地连连点头 一面命丫鬟捧上红包 让大人们费心了 这是惯例的辛苦极力钱 每家都会有 当然根据财力各有不同 对于礼部清水衙门的 一众官员来说 这是难得的肥差 几人依照惯例 说上几句极力话 便收下了极力钱 这钱可不能不收 要不然 主人家认为不极力 可是要跟你急的 因为还有很多极力钱要收 几人客套几句就告辞了 曹氏带着下人恭敬地送出去 偶然 让小姐安心 告辞的时候 红袍内侍 借着请他留步的机会 低声对曹氏说道 一面投了个意味深长的笑 曹氏已经被这意外珍惜 冲得头脑发懵 根本就没领会他颇有深意的眼神 只意味地点头道谢 直到看着几个人坐轿走了 曹氏才深一脚前一脚地回到家内 看到顾十八娘皱眉站在客厅 十八娘 曹氏喜极而泣 以后 谁也不会嫌弃你了 他哽咽说道 如果能入了皇家的眼 一跃成贵人 那自然是颇天之喜 就算不能 能够参加两女财选 也足以彰显身份轻贵 那些最终没有入选贵人的女子们 出来后 便成为人人求知的贤妻 曹氏最大的心病 就是担心女儿 因为做药师而嫁不到好人家 有了这件事 顾十八娘将来的婚嫁就容易多了 真是奇怪 顾十八娘并没有在意娘的心事 而是看着那方烫金盖着礼不观宴的红铁 对着故乡二字皱眉 难道 没有查出来 难道 我的名气还不够大吗 刘宫的土地 这些达官贵人一掷千金 也抢着求师父的药 没道理 不知道我这个土地啊 夫人 还装车吗 仆妇在一旁问道 哎哟 还装什么车呀 曹氏笑道 伸手势累 想到正月十六就要去参选 只觉得一阵心慌 哎 衣服首饰都要做新的 快快快去找才艺来 仆妇们已经得知消息了 一个个也喜笑颜开 忙大声硬着 转身就走 哎 先挑衣料 啊 不对不对 还有首饰铺子的人 也要来 曹氏又 换主 忙忙的吩咐 过时把娘坐在一旁苦笑了一下 看着欣喜的母亲 忙乱的匍匐 小姐 站在她身旁的领宝低声开口 恭喜 恭喜小姐 这才是小姐该有的 该得的 小姐这么好的人 就该得得最好的 她轻轻湿了下眼泪 从此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小姐 小姐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可以享享福 安安心了 喜 果是把娘再一次翻看手里的红铁 心内五味杂陈 是啊 的确是带喜之事 如果室内一世也能如此 自己的命运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家人不会轻视他们一家 娘也绝没有人敢欺凌 哥哥也不会死 而自己更不用去死 不过 内一世的她 又怎么可能有这么个大喜之事 砸在头上呢 内一世的那个她 既没有戒缘之才的哥哥 也没有让人多看两眼的记忆 而最关键的是 内一世根本就不会有伟太子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她不会与之友这样的交集 只是 她想到什么 眉头猝起 莫非 是她的授意 按理说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做子女的对于自己要结亲的对象 就是要持回避态度的 这一点就连皇家也不例外 这些俩女 自有礼部做出筛选 太子她应该不会过问吧 不过 也不一定 如果她过问 那么 她这是什么意思呢 故事八娘放下红铁 手指轻轻敲击桌面 陷入沉思 角落里主仆二人安静相待 与家中的忙乱欢喜气氛 形成鲜明对比 西华门 保定侯三公子在京宅底中 两个仆妇站在一间布置豪华的暖房里 外边寒气森森 这里温暖如下 一路白色而来 穿着厚实的仆妇 在这里站得不到一刻 只觉得热得发燥 咕噜儿穿着选色闪进 出风芒披风 手里端着一个小手炉 面色百里透着青 大小姐 事情就是这样 老爷还在北边没回来 夫人也没有在家 人家都已经发话了 好多铺子管事都要换了 老太爷也不说话 少爷要小的闷来 婆妇云捏的说道 想到少爷在家打发雷霆的样子 这次家里的损失也不小 便卖些奴仆是避免不了的 他们都是家生子 指不定谁就要骨肉分离 心中很是忐忑 别说了 咕噜儿眉头跳了跳 打断了婆妇的话 小姐 这事缓不得呀 另一个婆妇忍不住说道 少爷说了 让你跟 跟什么 跟那女人赔礼道歉 说好话吗 咕噜儿树没喝的 他躲然发怒 婆妇吓得不由得一哆嗦 小姐 这两个都是看着咕噜儿长大的老奴 情分不同 想到家里人的交代 陪着小心 接着说道 老奴知道小姐不喜那丫头 不过此时比不得以前 咕噜儿冷笑一声 扶着手炉缓缓道 哼 比 我不跟他比他有的 我跟他比 我有的 不就是失了恩 长了些财 对于古神恩这样的大员 哪怕是获罪格职归家 在族中的地位 也是不可动摇的 他古神巴娘一家 要想跟他们一家平起平坐 至少还得三代以后 这还要神佛保佑顾海的子孙争气呢 更何况 这跟他顾十八娘也没什么大关系了 他迟早是要出嫁的 再没有嫁出去的女儿 能带走何足的财权呢 说到嫁人 古洛儿的神色有些复杂 小姐 少爷的意思是 老爷出了这事 仆妇低声说道 一面四下溜了一眼 室内站着四个美貌侍女 没事 说吧 顾罗儿言也不太淡淡地说道 是 仆妇明白这四人必是小姐的心腹 便放心说道 咱们家毕竟受血影响 保定侯府人多嘴杂 怕小姐受委屈啊 顾罗儿神色不动 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话 但俯着暖炉的骤然握紧的手 透露出他内心的情绪波动 他是保定侯家的三房之席 他的丈夫虽然有家族英勇 但却不得席绝 外人看来也是大家贵族公子 但其实在内也是要养人鼻息的 他这个做媳妇的要尽心公顺公婆 与出身皆不可小瞧的轴理交好 行一步说一句都要小心谨慎思虑周全 如今终于得以礼府令过 书星的日子还没能开始过几天 父亲就呼逢大便 而自己也未能如愿生儿子 种种不如意 导致他月子受跌 我受什么委屈 他缓缓说道 是啊 婆妇蒙低头陪笑 迟一刻接着说道 不是说十八小姐要进东宫吗 进东宫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比咕噜尔这般高门贵妇 更清楚其中的意义了 对于顾家来说 这无疑将是一柄大大的遮风挡雨的伞 而作为未来宫中娘娘的堂姐 咕噜尔更是直接的得力者 他 不会的 咕噜尔情绪复杂的说道 慢慢的摇了摇头 什么 婆妇大为吃惊 不是说板上钉钉的吗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进宫 从此以后自己见了她 便要行大礼参拜 只要一想到这个 将出现的情形 咕噜尔就有一头撞死的冲动 但他显然也知道 果十八娘进宫 对于自己的娘家 对于自己有怎样的好处 因此打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大笑还是难过 权衡之下 最终还是觉得 宁愿向别人敌头 也不能忍受 在故十八娘跟前弯下身子 准太子妃白玉郡主 是不会让这等低劲之人入选的 咕噜尔说道 脸去笑容 目光俗杀道 哼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没有什么感情不可舍弃 这种感情不可舍异下身子 然后是有点不可舍弃的 我说是实际上是有点不可舍弃的 有点不可舍弃的